吃上去味啊非常非常的棒啊口味 极鲜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做的是花甲焖茄子 来用心做好菜吃吃健康来 这种花甲呢 我这小啊在超市满菜拔个钱一斤啊 我这个咱们说啊 你愿意多放就多放点 不愿意多放就买半斤啊就可以了 这个菜主要是吃这个味道啊 吃这个味道 看开锅了 来看啊这嘴张开就熟 看啊这样用这个水 来洗这个花甲子稍动一下啊 别动大劲的动大劲呢 它已经熟透了 中间的肉就掉出来了啊 用这个汤冲洗一下 用这个汤汤水 这样 慢慢往里倒 我不知道大家伯注意没有啊 这里头呢会有沙子啊 这个地方是沙子 肯定会有沙子 高手这么硬的 沙个冷的啊 再看 再用凉水 蒸起一下 沙子基本上能去掉很多很多 基本上就算不牙签啊 肥瘦肉啊 是给这道菜呢 增加一个香味 肥瘦肉呢 放上 一两半 至二两啊 都可以 必须要有的 没有它也能做 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呢 就不用说了 比较寡淡啊 做不好呢 还会腥乎乎的味啊 鲜味也没太体现出来 茄子呢 通常 就是把这个剃板啊 往下一掰 不用去皮 把茄子呢 切成皮材条 这个条的粗细呢 这1.5公分粗细就可以 切成三角形的皮材条 好了 就这样 用水呢 头洗一下 再把水光逼出去 加上盐 边翻大 边往里加盐 给一个三分一口 就可以 然后呢 再加入 淀粉 再来上一点 大致呢 是 30克 现在往里下 说几层热 说 六层热 不到七层啊 六层半 现在往里下 哎 换一下 哎 是 好 等待 炸至它颜色 看下这个颜色啊 带黄色 快不够性黄色啊 这就可以了 捞出 一斤头半 把这一锅 再下到锅里 炸至 半黄色啊 或者它跟它叫米黄色就可以 哎呀妈 看一下这颜色啊 非常好 金黄色 来 咱们看一下啊 现在呢 炒勺 加入 适量的油啊 过去呢 做这个菜呢 就是 猪大油啊 现在没有猪大油 那放上五瓜肉啊 肥瘦肉啊 增一下香 肥瘦肉的焦香味 炒出来 放入 葱姜 蒜 放入料酒 酱油 焦成大火 把炸好的茄子 加到锅里 加入汤 这个汤呢 就是这个碗里的 朋友们看一下啊 放这个花蜆子用的这个汤啊 酥酥的海鲜味 酱油少 再拌上一点 基本上 酱色要上着了啊 简单口呢 就差不多几多啊 少点一点盐就可以 现在尝一下口 来 非常非常的鲜 特酥的鲜啊 咱们可以试一下啊 再点上一点 盐啊 颜色不够好 少来一点 老抽啊 这样 味儿啊 非常非常的正 把这个花蜆子 把这个花蜆子 放到里面 盖上盖 好 朋友们咱看一下啊 这个我调一下火 看看啊 里面冒的都是浓泡 说明什么呢 这是汤啊 非常粘稠了啊 口味都上来了 放松放上这个 葱姜 蒜 小米辣 香菜叶啊 盖上盖一分钟 啊 一滤就可以 好了 现在就好 放一下 来 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地道辽宁的 经典老菜啊 在 丹东 大连一带啊 这个菜呢 家常菜当中啊 多见 吃上去味儿啊 非常非常的棒啊 口味 极鲜 通过的焖至 海鲜的味道 全部 入到茄子里 成本这茄子 非常特殊的一种鲜 咱们方便的话 可以在家呢 尝试一下 味道非常不错 好了 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